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好 现在为你播放新闻 首先送上的是新闻提要 王岐山遇大麻烦 可能已失重 诺贝尔和平掌成笑话 查查获奖者的底 被中共逮捕的家国公民 获得远程探视 和孟晚舟怎样比呢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一度协助习近平反复奪权的王岐山 最近成为全然的焦点 和他关系密切的红二代 任志强 副部级高官董宏先后被查后 有关他可能出事的全然四处传开 众所周知 王岐山是习近平半世纪以来的好朋友 但是和王岐山走得最近的两人 刚刚受到中共当局的惩罚 包括跟随王岐山几十年的大秘书 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 董宏 10月2日被调查 他称和王岐山亦有逆施的红二代 任志强 9月22日被判处18年徒刑 任志强的父亲曾经是中共商务部副部长 任志强的家族和王岐山的家族 几十年来关系都很密切 因此任志强受到极严厉的惩罚 不单被认为是对所有红二代发出的警告 也显示出王岐山无能力或不愿意为他辩护 而董宏自1998年以来一直是王岐山的得力助手 董宏10月1日期间落马 11假期过后 有关王岐山的谣言就开始封传 法媒世界报分析说 王岐山或真是遇到麻烦了 可能已经失宠 要知道在中国一般来说 要铲除一个领导人 通常是从铲除他身边的人开始 一名学者指出 董宏被逮捕 对王岐山来说不是个好御兆 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秘书或亲密朋友受到调查 都是相关领导人即将倒台的先兆 因批评习近平而遭到开除党籍的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也曾经说过 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非常微妙 王的威望、资力和能力都远高于习近平 党内对他既恨又怕又服 因此习近平不再和王合作 但也不能让他离开 所以我要用你 又要防止你反对我 这就是习近平的心态 日媒Nickei Asia做这样的分析 王岐山可能是习近平其他亲信的受害者 这些人希望将王岐山排斥出去 以便自己在下届的中共全会上获得升级 早前有人爆料说 这次操盘重判任志强是王滬宁 据说王滬宁想拿这件案做政治资本 计划在二十大当中共的副主席 专栏作家郑中元强调地指出 就是中共派系交错 当今中南海真正的操盘人 其实是王滬宁 习近平的大脑也是王滬宁 如果要动王岐山 相信更有可能是王滬宁的主意 还有分析说 另一个剪断王岐山语役的 很可能是向习近平劝美的赵乐际 赵接手了中纪委的表现 一直不被王岐山看好 而赵对王当年的地位也深有不满 这次趁习有意 借机会下手不在话下 在习近平和王岐山不和之间 还加入了王滬宁和赵乐际的因素 而王滬宁和赵乐际 本来就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人 从外界来看 这是一场混战 中共的内斗就是这么诡异的 中共在内部就内斗 在外面就扮战狼 丑态白出 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看不起 但偏偏有人就看不清形势 继续向他劝美 近日世界关注的诺贝尔和平长 竟然颁发给一个和和平完全不相干的 世界粮食计划署 令外界觉得莫名其妙 广受批评 诺贝尔和平奖是诺贝尔奖中的一行 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选出得主 和其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颁法的 四个奖项不同 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 是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 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颁法 大众稍微了解一下就知道 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国际粮农组织下属机构 目前国际粮农组织负责人 是前中共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 很多人仿然大悟 说挪威人被中共的警告吓破胆 他们从今年诺贝尔奖候选人名单中 选了一个最不可能得罪中共的 世界粮食计划署颁奖 挪威人跪下了 推特网友独行俠粉粉不平地说 2009年挪威议会左翼政客 在奥巴马就职不到两个星期就提名他 并一致通过 简直是挖天下之大溪 特朗普解决朝核问题 扫平伊斯兰国 促使以色列和中东各国和平 逼塔利班返回到彭叛台 哪一件不是欺世罕有的公职 得诺贝尔奖实至名归 另一个网友说欧洲是极了 不用理他 自从奥巴马德国和平奖后 他的含金量大跌了 哦应该没有含金量了 亦有网友说 哪有什么和平 哪个拳头大就是听谁的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自金堕落 有没有良知的 连联合国都赤化了 诺贝尔理事会算得什么 和平奖取消了 完全被政治操控了 诺贝尔和平奖已经变质 亦是另一个被中共挟持的国际组织 亦有人想到 挪威和中共的经济利益关系 得罪了CCP的话 挪威的三文鱼就不可以卖去中国了 挪威被恶魔绑架 诺贝尔长不敢面对公义和良知 2020年诺掌恥 这是自由世界为了贪婪 养肥了撒旦的结果 加拿大两位公民 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史沛忽 自从2018年12月10日以来 就被中共逮捕监禁在中国 加拿大外交部10日宣布 自从今年1月以来 加拿大领事馆 首次获准探视这两位 被中国任意拘押的公民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 这两人被拘押 很显然是中共为了加拿大 逮捕华为财务长 孟晚舟所采取的报复行动 中共今年6月以间谍罪起诉两人 两人被捕至今从未公开露面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鲍达文 分别在9月9日和10日 以视像方式探视了 中国、士佩佛和康明海 这次加拿大官方只能远距离探视 两位被中共关入监狱的加拿大公民 令不少人联想起被加拿大靠留 但仍然住在豪宅的孟晚舟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碩士 賴建平说 孟晚舟保释在家里有很大的自由 没有人会虐待她 没有任何人会对她进行刑信逼供 孟晚舟还可以请律师 并可以自由上网 这就和被中共拘捕的两名加拿大人 形成强烈对比 孟晚舟在被捕后 用大笔金钱聘请律师团队 令她很快获得假释 她的律师团队也一直极力阻止加拿大 引导她到美国受审 孟晚舟居住在温哥华 把自己家价值1600万美金的豪宅中等待审讯 还可以在市区自由出药 笑容满面地出庭 她还抱怨说时间过得太慢 令她有足够的时间去读完一本书 仔细地完成一幅油画 而康明海和史佩佛在中国所受的待遇 就和孟晚舟有天渊之比 至今无法和律师会面 两人在2018年遭到中共拘禁后 长期音信存无 相隔9个月才被加拿大使馆 远距离探视他们 很多媒体报道过 两名加拿大人的拘押条件非常恶劣 中共将他们和外界隔绝很长一段时间 在无法接触律师的情况下 每天被审讯4个小时 康明海是国际危机组织的高级顾问 那个组织的主席罗伯特·玛利说 康明海在关押期间待遇非常恶劣 相对于孟晚舟保释期间 住在自己豪宅的待遇 他希望康明海能受到公正的对待 前大陆资深非政府组织人士 杨占清说 孟晚舟和那两个在中国的加拿大人 他们的遭遇直接体现了 他们所在社会的人权的状况 今天的新闻报道到此为止 多谢您的收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